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了一集讲一般的治安 刚才有些数字出现 保安司司长披露了 在第一季来说 我们这些罪案的数字是降低了 同比 同比意思是 比较去年的第一季 例如整体的罪案是2560多宗 减少了大约12% 这也是可喜的 暴力的案件也是比较少 也不太严重 当然杀人也有 但杀人可能不是进入第一季 因为刚刚早前的双司案 应该进入第二季 我们再对比一些犯罪是改变了 传统的罪案可能是少了 而有些新的罪案就多了 包括网络的犯罪 网络犯罪是有网上骗人 哄人给钱 骗人也是为钱 另外有一些不是直接哄人的 是一些跨境犯罪 好像刚刚破的 港澳一起联手破的 涉及11亿 以港澳来说 相当大的银码 原来全球牵涉到洗黑钱 即是一年的数字 现时来说 一年是大概低于100亿美元 港澳这一单也挺重要的 因为它通过买虚拟货币 即是B coin 来达成了它的目的 我想澳门的治安的犯罪率小了 跟我们的游客量小了 也有关系 游客量虽然说去年同比 都少了游客 因为去年也是疫症 但我相信我们的游客量 是会比去年更加少了 导致罪案降低 但是另外一件事就是澳门现在 澳门现在 地方小了 很多时候大家会提醒大家 所以就算是网上的犯罪 也是少了 但是小的数量是不足以令我们满意的 你仍然看到有些藉着网上欺骗一个毫不相识的人 叫他投资 或者哄他 说他触犯了一些东西 你不允许钱去搞定他 你就麻烦了 是吧 很多这样的情况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有一个未成年的女学生 听见他的网友说 我有很多层楼 很多个物业 你给多少钱我呢 我就买一间给你9元 令到你家人赚钱 静静的 你多聰明 到时候家人赚上你了 这些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中招 但是我们要想一件事 其实骗徒他们好像 叫做什么 羽翁杀网 他们什么都想到很荒谬的东西 原来荒谬的东西又有人相信 我趁这里呼吁一下 当然一定不能滥用 如果大家觉得有些东西威胁到自己安全 是关于社会秩序的 觉得有犯法的 就请打999 如果觉得有些东西涉及刑事的行为 比如说是恐吓诸如此类的 就是打993 999是治安警的电话 993是司法警 司法警大家知道和治安警 它所处理的范畴有些不同 司法警是处理刑事的案件 而治安警可能处理一些和民事有关的案件 民事或者商业上你觉得是有问题的 另外我也呼吁一下 有些人要检点自己的行为 在网上被人欺骗 包括最常见的两种 有种欺骗钱 这个多些 另一种欺骗 脱去服装给人看 或者他没有被人勒诈 但是被人看了 人家把照片传的时候 自己出丑 其实一个人是否应该有羞耻心 我们穿衣服都为了遮蔽身体 以前有个教义说 阿当阿娃 自从吃了禁果之后 知道羞耻心要穿衣服 对方要和你真人对话 未必的 我说有些 大家一起拿疗 那就叫做公平 有心装在无心人 原来他就录了你就通街坊 你就未必 你就未必 是录他通街坊 所以有时 你不要以心比心 他都拿疗 我都没什么所谓 有什么必要 没有必要 另外就是刚才说 牵涉钱的东西 不可以轻信 我们去到银行 现在办一些手续 已经有个小小的牌制 告诉大家 你现在汇款 你有没有想清楚 看清楚 这个汇款会不会对你是一种诈骗 其实在最后一步 虽然你可以在挤完机那里做 当然 但是挤完机 也有一些提示 告诉大家 很多 可能你会受骗 那些方面 所以我想 很关键 就是你自己 保护自己 这些很大的程度 旁边的人 包括你至亲的人 都帮 这个时间帮不到 有点奇怪 就是内地 开个户口 接着又说汇钱进去 又说查不到 这个我真的不可相信 所以 无端端 一句说话 江棍老教仔 有便宜莫贪 再加多一句说话 谁有这麽大的 打财街跳 好 将我再重新说 好 多谢辉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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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